100多位美国国会议员联名要求美国国务院公布中共活摘器官罪行 多位香港与台湾的知名人士也谴责中共活摘法轮功细菌器官等灭绝人性的罪行 呼吁尽快制止暴行并且将杀人元凶绳之以法 香港民主党国事小组召集人林子健在国商日集会上透露 在医院听到不少肾病患者计划到大陆去患肾 由此可见活摘器官是真实的 立法会议员梁耀忠认为 虽然王立军古开来二人已判刑 薄熙来被双规 他们涉及活摘器官的罪行也必须公诸于世 台湾法轮功人权律师团发言人朱婉奇 呼吁国际社会关注促成法办活摘器官的元凶 不能没完没了的眼睁睁的看着中共酷刑 活摘法轮功学员和死刑犯的器官的反人类罪恶继续猖獗 所有中共迫害人民的主凶都将遭到法律审判 王立军薄熙来等人不就是恶有恶报的最新例子吗 新唐人记者林秀怡在香港报道 王立军薄乜